我覺得他們黑臉的爸媽 有一種心裡很變態 沒有辦法看到小孩子很開心 很無憂無慮的樣子 他就很受不了 我就要唸一下妳 我就要定一下 就說放暑夏啦 然後說啊 然後他就會說 這麼高興 是要我跟你們算一下那個 期末考的帳 好變態喔 然後我兒子晚上就說 他要吃宵夜 他要泡個麵吃 後來我兒子就叫了一聲 哇 我麵泡太久了 麵泡爛掉了 然後他就回我兒子說 我兒子看著那個麵 然後就這樣看著他爸 然後我兒子的眼睛裡面 眼淚在那邊打轉 我覺得他們黑臉的爸媽 有一種心裡很變態 是那種 真的 我覺得他們沒有辦法 看到小孩子很開心 很無憂無慮的樣子 他就很受不了 我就要唸一下妳 我就要定一下 像我們如果全家出遊 在車上很開心 然後小朋友在後面唱歌啊 車子後面很吵 那你也知道那個空間 駕駛人是他就會很躁鬱 然後小孩子在後面這樣 哇 搞不好 為什麼啊啊 然後我們一直講到 然後他可能就會說 這麼開心是不是 不能開心 為什麼不能開心 他說這麼高興 例如說放暑假啦 暑假 然後他就會說 這麼高興 是要我跟你們算一下 那個期末考的帳子 很少氣耶 好變態喔 對 然後後面就會這樣 瞬間安靜 而且是出遊不是嗎 對 就出去 出遊還不能開心 他就會說 你期末考考成這樣 你們還可以那麼開心喔 還在期末考 對 他就要把期末考那件事情拿出來講 然後後面就會安靜 我跟你講 上禮拜還發生一件事 我兒子晚 這不是已經暑假了嗎 然後我兒子晚上就說他要吃宵夜 他要泡個麵吃 然後泡了麵以後在那邊等 他就在那邊看電視 後來我兒子就叫了一聲 哇 我麵泡太久了 麵泡爛掉了 然後他就回我兒子說 有妳的數學爛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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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我就 那因為我們兩個又說好了 我們兩個又說好 說我不能夠在小孩面前吐他 我又不好意思罵他 因為小孩子在 我就這樣看著我兒子 又看著他 然後我兒子 然後我兒子 然後麵這樣端到前面 他就說 有妳的數學一樣爛嗎 這樣 然後我兒子看著那個麵 然後就這樣看著他爸 然後我兒子的眼睛裡面 眼淚在那邊打轉 你看那一碗泡麵怎麼吃得下去 而且那是很深的諷刺 然後我就這樣 我看到我兒子 我兒子都快哭了 我覺得他幹嘛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 他好像自己知道 把這個局搞這樣 對 他就說 爸爸開玩笑的啦 好爛喔 開屁啦 好笑嗎 為什麼他們就是看 那小孩 我現在問 為什麼豬遊小孩不能開心 小孩可以開心 但是其實那時候 因為真的開車 他們真的太吵 然後吵了以外 他還踢我的椅子 然後會一直踢我 然後又很吵 然後又一直踢 我說可以不要再踢 那就可以跟小孩講說 不安全就好啦 我一定不是一開始就是說 就是要制止他 對啊 你們要說 你們要玩可以不要踢我椅子 不要一直踢我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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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使出殺手技 對啊 後面那個你諷刺也太狠了吧 沒有那個真的是 開了錯誤的玩笑 那時候不知道為什麼 你真的是想要開玩笑 我真的是想開玩笑 我沒有那個意思說他數學爛 因為他數學其實也不爛 而且都是我教的 我有什麼好意思 打自己的力 他大概數學都考幾分 其實不一定 但是就是中煞 在班上我不要講分數 就中煞 那你想那一句話是說 你以為他會這樣 對 其實滿好笑的 我本來以為他媽媽也在跟我笑 那個煞人覺得好笑 對啊 但是其實我覺得 小票我也難夠 後來他眼睛泛淚的時候 你有沒有覺得 沒有 我跟他道歉 對 你說爸爸只是開玩笑 對 我說我只是開玩笑 所以皓如你是什麼 你疑心病一定超重對不對 好重啊 怎麼樣 因為我覺得在戀愛裡面很孤單 你不靠你自己去發掘一些事情 沒有人會幫你 譬如說你男朋友旁邊的 他的朋友群 沒有一個人會跟你講實話 就算看到他有到別的妹 你就他的兄弟們對不對 你找不出來你只能靠自己 連以前我有男朋友劈腿 他連帶小三回家 他的爸爸媽媽姐姐 全部都看到是另外一個女朋友回去 也不會有人告訴我啊 你接下來隔天去他們家 他爸爸媽媽姐姐 還是照樣跟你聊天啊 而且我有一個陰影 是因為高中的初戀 是一個 是一個男生自己跟我告白 而且他是全校最帥的男生 大概一百八十六公分 他自己來跟我告白 一週以後又把我甩了 所以我心裡覺得 我真的很納悶耶 而且他 就真心話大冒險 輸了喔 所以陰影很重 而且他跟我分手 還是早上那個升旗典禮 全校就是高中嘛 然後高一的時候 好多班都在那邊排隊 一班一班的 他就這樣拿一個紙條給我 然後我還好開心喔 對 要搞曖昧 對啊 然後他在操場 還不敢看 還回到教室看 打開來他就是說要分手耶 才一個禮拜 然後那時候我就心裡 一直覺得 所有美好的事情 應該都不太可能發生在我身上 開始負面了 這麼大陰影 我就覺得他 怎麼可能有這麼帥的人 會喜歡我 果然他就不是真的喜歡我 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所以一直到後面 譬如說像Michael也 條件很好啊 他拽不拉 他就拽不拉機了 不想理我 我就一直覺得 他有可能會離開我 你的老公 對 就是結婚之前 他之前 在我之前有一個前女友 都已經跟他分手了 然後Michael跟我在一起嘛 然後那個女生也是 常常打電話給他 然後一下子 一下子什麼心情不好啦 然後一下子怎麼樣 那我又是一個 很好面子的人 我又不想要去問Michael說 為什麼他要打給你 為什麼還要這樣子 然後我老公 他那時候就一直說 沒有怎麼樣啦 反正他就是心情不好嘛 然後就還好 不要理他就好 我不會做出什麼事情的 你放心 然後但是我心裡就很糾結 所以我就要開很多小帳號 去查那個女生 就要開很多不同的帳號 去看那個女生的 部落格寫什麼 我才能夠抓住 那個女生的動態 然後那個賤人 就每天在那邊 喂 喂 他是真的是 有勾於你老公 所以你說他是賤人嗎 他就是那種 就只是那種裝可憐 然後在那邊吃飯 他就寫了一個部落格寫說什麼 然後我在家自己吃飯 眼淚又默默地掉下來 因為本來旁邊 應該都會有一個人 就是他每天都寫著 然後你就會壞講說 那個人是你老公對不對 對 我就會覺得 他是在講我老公 但是他也的確 常常打電話給我老公 一下說什麼 他心情很不好 然後一下就說什麼 叫我老公陪他去領錢 會不會你才是小三 沒有啦 我老公已經跟他分手 才跟我在一起 可是你現在就已經結婚了 然後婚姻現在也是幸福的 你就不需要再疑心病了吧 但是我老公因為還是很不喜歡 報備的這個習慣 他出差也是一樣 也是不喜歡接電話 也是常常出差個五天 然後就消失了 然後你問他在哪裡 他就說 所以你老公是在燕窩公司上班喔 沒有 他就是做貿易 所以他會去當地看那個品質 因為他講這個的話 真的很難去擊破他耶 因為我看過那個紀錄片 要去燕窩站 他都說在洞穴 而且要離開胡志明市 坐小船然後什麼去那邊 可是五天都沒出來 也不會覺得很奇怪 他就是會第一天 他第一天到底不會打給我 他就會最後一天要回來的時候 才打給我 然後中間會消失 但真的要查也是可怕 所以 所以我一定要 開分身小帳號去查他 然後也一定要登入他的 那個Google的電腦 因為他可能筆電會放在家 或是他桌機 我一定要用他的身分 上去看他在收什麼電郵 然後看他有跟誰 什麼瀏覽的紀錄 結果你真的有發現什麼 蹊蹊嗎 我有看他的瀏覽紀錄 有發覺他在看A片 在洞穴嗎 不是 洞穴就沒Wi-Fi了 他要怎麼看A片 跟越南的朋友一起分享說 看這個 然後大家一起在那邊 對 就是這個小帳 一定要知道的 天啊 你們覺得自己這種 疑心病的個性 你們喜歡還是覺得 你們自己都很厭惡 自己這種個性 好痛苦喔 後來就是很討厭自己 很討厭 因為很累啊 真的 其實都是過渡期啦 我覺得聽起來大家都一樣 就是被受傷後 然後有一段時間就是會 有那個疑心病 因為我也是 就是被劈腿後 然後開始會狂搜 那個對象是誰 我還搜到他的國家 他在哪 然後哪一個城市 住在哪裡 然後他前男友 全部都會去搜 就是很瘋狂地想知道 很沒安全感的 很沒安全感一直想搜 然後會開始看以前 可能在一起十四年 都不會看手機 不會去查他 就是完全都不會 可是被劈一次 那個陰影站 就是一直會去做這些事 拔不掉 我甚至還有一次是 會去看他的 比如說他的社群網站 有四百多個朋友的話 他追蹤四百多個人 我每一個都去背下來 我也會這樣 背下來 背下來 有增加我就會知道是誰 然後增加女生 我就會去看 然後他在誰哪裡留言 什麼時候留言 什麼時間點 我都會去看 然後到之後你就會發現 我活得好累喔 對 真的很累 大概兩三個月吧 你就會真的崩潰 你就想算了 不要就算了 談個戀愛一個 我自己這麼辛苦